很多时候信任都是从一个小口子开始被撕开的 就如同齐本安对李满江无条件的信任 一起长大的情义,齐本安从未忘记 对于李满江提携自己的恩情也一直铭记在心 在其为谋其事的道理一直深爱于心 师父的教诲更是从未忘记 可齐本安唯一失算的就是今时不同往日 新日的旧人早已经变了心思 李满江鼓励自己改革 甚至支持自己调查集团内部 这让齐本安信心满满 可是当齐本安一次又一次的申请 让李满江协助自己调查可疑人员的时候 无论是从最开始的禁职员 还是两人同门的始红性 李满江都是毫不作为 甚至直接岔开话题 之前的所有与其说是堂刺自己 倒不如说是演戏给所有人看 可是现在的齐本安不打算和他们同流合污 这也让李满江颇有感慨到 本安就是太爱惜羽毛了 话里话外的意思实在太明显 自己本来是想发展齐本安成为守红性二号 让他变成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傀儡 可是现在的齐本安已经在一件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情中 找到了自己的立场 并且表示不管前方拦住自己的事实红性 也会是一直尊重的李满江 自己都会一刹到底 这样的齐本安其实是有些可笑的 现在整个京州中府是问齐本安敢用哪个人 少人以来并没有一个人让自己觉得安心 周围的接近都是有利可图 天知道这些人都干了什么魅良心的事 可是齐本安依旧是下了这决心 而这一切都被一旁的陆建设看了个明白 陆建设一直诟病李满江一手遮天 对于石鸿杏更是十分不满 这让齐本安平白对他生出几分信任 那和他问问想不到陆建设也是李满江手下的人 在自己传谋的调查计划被陆建设知道以后 李满江转头就听到了消息 并且迅速联系了当时和自己一起谈下47亿的傅长明 三人一排集合 设计了一出大戏 成功逼退了齐本安 甚至直接导致齐本安被罢免 这当了27天的董事长也被陆建设抢走了 齐本安真的会因此失败吗 他又会展开怎么样的反击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